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蓝盈文杰新时代频道 我是刘文杰 今集想跟大家去讲一下一些以色列的事情 就是以色列再次做一些很无人性的事情 就是凶杂难民营 导致多人死亡 甚至乎 这些照片我没放出来 你是会见到 是有 小朋友 是被炸到散了 头和身体是分开了 是很瘋狂 竟然去炸难民营 呃 令到多人死亡 多人受伤 各国是强烈谴责他 但奈塔尼亚胡呢 说了他sorry就算数 不好意思 有什么意思呢 其实 联合国都 叫他停火 他又不停 现在 我猜 会不会是 变成联合国出军队中他 是吧 他打多少都不停的时候 那美国到时候怎么办呢 美国现在有助纣违约 又怎么办呢 我觉得也是会有报应的 但是以色列现在都很困难的 他现在好像是想跟埃及开到一个新的战线一样的 是做些事 完全是 不符合 一个正常的 国家所做的事 我们一起来看看 在影片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留言 订阅 文杰 新时代 频道 记得按下铃铃锁 选个全部 大家就不会错过任何的一段影片 首先 以色列 就是 炸拉法的难民 还要是炸到他们 妻生的社区那里 就是基本上是难民营 OK 去到昨天晚上为止 是令到45人 惨死 多人受伤 而以色列的总理 内塔尼亚胡就说 Sorry 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 这样就完 这样就完 OK 那么 以色列 就是在昨天 我们昨天的时间 即是他们26号的时间 就对加沙南部拉法 进行了一次的凶杂 而乙军 当日 是 那个凶杂 是炸了拉法西部 的一个 难民营 的地区 它的 轰炸 还要是用 空军 的 军队 去做一个轰炸 这些轰炸引起了 很大面积 的 焚烧 爆炸 令到最少有45人死亡 以色列的总理 内塔尼亚胡 在回应这件事件的时候 他只是说 哦 这个是个悲剧性的错误 这样就算数 真是 令到 很多人和很多国家 对这件事 都非常之恨 这件事就是发生了在 联合国 旗下的联合国国际法庭 在5月24号 下令要求以色列 停止 进军 拉法之后 的一个 攻势 现在所以令到 很多个 不同的国家 更加为之 憤怒 在两个星期之前 以色列的军队 已经在拉法的 东部地区 发动了一些 地面的 战争 当时 已经令到几千人 去到 西面那边 去避难 你打工东部 那些人就 由东往西跑了 谁知道 他们已经向了西跑 都没有办法 是脱离一个 人间地狱 是 是很惨的 哈马斯 的 加沙卫生部官员 就说 有一半以上的死者 是妇女 儿童 和老人家 他也补充 由于有很多人 严重地 烧伤 情况是非常之危急 所以死亡的人数 可能会在日内 急剧上升 即是即时死亡的最少45人 之后 之后的数字 真的 可能 难以统计 数字也可能是非常之惊人 巴斯坦的 雄生月会 救援组织 发声明就说 很多人是被困火灾的现场 救援人员也没有办法接近 因为救不了人 所以 是会有更加多人是死亡的 你救不了火 你救不了火有两个可能 第一 烟焗死人 第二 热死人 第三 烟焗烟焗死人 还有 那些 空军轰炸 即时 的一个爆炸 令到他们死亡 以色列政府的发言人 在评论这件事的时候就说 针对空袭的初步报告就说 是空袭引起 一个火灾和爆炸 令到平民死亡 是空袭的 那不是怎样 谁人都知道 那你说这个报告又如何呢 而巴勒斯坦的总统府 在另一份的声明就说 以军 襲击拉法的难民营 是一次令人发指的屠杀 声明亦都呼吁国际社会要立即 采取行动 要制止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领土的 全面侵略 美国又说国际警察 美国在做什么 造就违约 美国是国际黑警 OK 以色列的国防军 在 襲击之后 发声明就说 确定了他们真是对拉法 发动了一个 襲击攻势 并且表示 以色列的 襲击目标 是一处属于 巴勒斯坦 极端组织的 大院 声明就说 以色列那边 注意到 襲击那边 不小心 飞了两枚飞弹过去 飞了少量的东西过去 又引起了火灾 又有爆炸 伤害到平民 知道了 知道了 这件事 会在调查之中 即使 是发生了这个 这么 悲痛的惨剧 当地的卫生官员 就说 以色列的坦克车 在昨天 仍然是继续轰炸 加沙南部的城市 东部的城市 和中部的城市 造成多人死亡 哇 你真是 其实他 事战事得这么厉害的时候 其实 地球是否容许这些 这么事战的国家存在呢 是不是 各国是不是要想想呢 为了自己 为了世界和平 是不是也要想想 这些禁事战的国家 是否真的要帮他呢 对不对 乙军他们就说 根据他们的 正确的情报就说 当时他们的空袭就消灭了 激进组织 哈马斯的 第二大巴克斯坦领土 西岸的参谋长 以及另一个幕后 然后就袭击以色列的官员 他声称的 但是是不是 都不知道的 OK 以色列的最高军事检察官就说 今次空袭非常严重 啊 他们说调查之中的了 啊 真是 以色列就说 他们呢 就是从拉法地区发射了 8支的火箭弹 被拦截 但是没有被拦截的呢 其他的那些火箭弹 什么是导弹各方面的东西呢 是不是 而 以色列的少将 耶鲁沙尔米 在会议上面就说 以色列的防军对战争期间 就对了一些不是战斗的人员 造成了任何的伤害 哦 好遗憾 但是有什么用呢 没用的你觉得是遗憾 是不是 法国的总统曼克隆 就在Twitter里面就说 对今次的襲击感到非常之憤怒 要求以军必须停止行动 但以色列采利都索 继续进攻 德国那边呢 和欧盟那边呢 也都说了 国际法庭的裁决必须要受到尊重 也都就是说 这些国际人道法适用于所有人的 也都适用于以色列的战争罪行 直接说以色列的战争罪行 OK 沙特阿拉伯也都谴责以色列的攻击 卡塔尔就说 拉法的攻击可能会阻碍 调解 停火 和交换人质的努力 阿联酉也都出声明 谴责以色列针对拉法的难民 刑的一些行为 也都他强调 执行国际法庭的 裁决的重要性 联合国 近 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 和工程署那边 亦都在Twitter里面发声明就说 今次 是 人间的 煉獄 他的搞道 OK 犹太的一些 组织 亦都说 永远是不会忘记拉法今晚出现的画面 这些种族灭绝 的行动必需要结束 现在就要结束 但是乙军他们就说 他今次取得一个很漂亮的胜利 因为炸死了一个指揮官和一个高级官员 他们声称 他们声称 OK 所以是很瘋的 就是仗 是不是要这样打呢 是不是要拿平民来做牺牲呢 我都真是完全 想不明他们其实是在做什么 搞到这么惨 搞到 整个地方 颓唤拜瓦 又是为了什么呢 真的不能够停火吗 对不对 国际社会谴责 但是他完全不怕 那你美国好心做多一点点事 美国黑警 美国黑警 好吗 而同一时间 在沉夜的时候 以色列和埃及 在他们接让加沙地大的拉法边境 是有交火的 最少一个埃及的士兵是死亡 另外有很多个埃及的士兵是受伤的 你以色列是不是再想开多条战线和埃及打呢 当然 以色列那边就说 哎 是以色列的士兵 开火先的 所以我先还拖 那当然啦 一还拖就还拖到埃及的士兵就有死有伤了 停火之后都有接触的 以色列那边就很高兴了 以色列那边就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 但是问题不是你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 但是 交叉了 是不是 那以色列就说 也不是的 以色列都已经是会展开调查的啦 还有呢 就跟埃及方面就这件事是 讨论的 但是 你这样 有意思吗 你这样其实是 就是恃住你在那边打 你就在那边 就欺负人了 是不是 新华社呢就是 引述一些消息人士就说 再有人道救援物资 的货车在当地时间26号 经过以色列和加沙地界之间 和埃及和加沙交界处 叫做 海雷武沙洛武口岸 的地方去进入加沙地带的时候呢 这个呢 其实就是5月初 是以军控制 拉法口岸 巴勒斯坦 一执以来 第一次有一个 援助物资 进入加沙地带 进入加沙地带之后呢 类似这些地方 进入加沙地带之后呢 这样 突然之间 以色列 就瘋了 不停 跟埃及那边 拆火 拆枪走火 然后打 然后整样 那样 就是这样 我觉得呢 他们已经是 叫做撒红了眼 他们不理你了 他们已经是有些 精神失常了 打到 觉得 什么过来都好 我要 打倒你 我是 不打你不行的 是王者来的 他这样 所以这些呢 其实你现在不stop他 你只会是对这个世界 是 有更加大的 伤害 所以希望国际社会 是要将他 stop的 是要将他停止才行的 国际黑警 你真是 要做些事 否则 世界真是永无零日 OK 不知大家怎样看 欢迎大家下面留言 告诉民意听 你怎样看这件事 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结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赞好留言 订阅民意亲事 的频道 记得按下个铃铛 选个全播 大家就不会错过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们下集再见 多谢大家 拜拜